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可能是见面了不好不说话 也可能是之前已经私下谈妥了 两位被认为是情敌的女星 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演了友好亲密的一幕 当天有着拉丁小天后美誉的斯琳娜 选择了黑色的西服套装 大牌的设计果然是不同凡响 不仅遮住了身材的不足之处 而且在钻石的配合下 也让整体多了几份高气感 很是大气 另一方面 作为模特的Helen 则是迫不及待的将自己的优势展现出来 腰部的镂空设计 把腹肌毫无保留的呈现了出来 不能让辛辛苦苦得来的健身成果埋没了 其实两位网友眼中的情敌 能有如此和谐的画面出现 也是有先兆的 不久前 海莉在接受播客节目采访时 就谈到了和斯琳娜的关系 她坚决否认了丈夫 是她从斯琳娜那偷来的说法 称她和比伯再次相爱时 对方已经是单身了 我和斯琳娜互不相欠 而当被问斯琳娜这个人的时候 Helen回答说 我非常尊重她 我认为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值得期待的事情 我只是尊重她 其中一个画面展示出 斯琳娜紧紧拥抱Helen的时候 很是深情并投入的感觉 就犹如在拥抱着自己多年未见的好朋友一般 对此不少网友称赞斯琳娜 是一个伟大的榜样 超越自己并成就更好的人 还有人表示说 能从照片中看到她的内在美 闪闪发光的感觉 甚至还有人认为 能有这样的局面 其实是斯琳娜的功劳 她优雅而善良 懂得原谅和放下 斯琳娜和Helen的罕见同框 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很多人欢呼 终于看到了想要看到的画面 而从评论中可以看出 网友们几乎一边倒的赞美斯琳娜 虽然很少有人抨击Helen 但是没有人愿意说 是她促成了和平 未婚的斯琳娜 美艳大方 已婚的彼伯不休蝙蝠 只是很多人仍然为斯琳娜感到可惜 她用这么多年的光阴陪着彼伯成长 当比波组成家庭 她却还是截然一身 不知午夜梦回之际 风光如她 会不会也涂增一丝苍凉 曾几何时 斯琳娜和小贾斯丁 可谓是出了名的金童玉女 两人都是瞩目世界的耀眼明星 少年有成 他们的名字在全世界的90后心中 有着非凡的分量 这两人虽然年纪不大 可却有过八年的恋爱记录 那时候 小贾斯丁被爆和女粉丝有不正当关系 斯琳娜虽然嘴上骂着她 可是还是站在背后支持她 后来 就算美国有二十多万人 情愿赶走比波 斯琳娜也没放弃 彼时 所有粉丝都相信 斯琳娜是最适合小贾斯丁的另一半 可谁曾想 等到小贾斯丁真正长大以后 身价18亿的她却扭头娶了别人 而这个别人 还是她和斯琳娜曾经的朋友 16岁的小贾斯丁在事业大火的同时 她的感情也被媒体挖掘出来了 有记者拍到 她和迪士尼小公主斯琳娜有亲密的举动 到了2011年的时候 他们正式公开了恋情 斯琳娜在娱乐圈的地位跟比波旗鼓相当 她是迪士尼捧出的少女明星 迪士尼偏爱这种长着圆脸蛋 大眼睛的小花 她很快就因为一部少年魔法师走向台前 跟比波的恋爱让她转足了曝光度 两个青春正好的男女散发着赫尔蒙的气息 成了狗仔镜头里可爱又迷人的风景 不过和小贾斯丁一样 斯琳娜也是单亲家庭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种相似的经历 让他们比其他人更能了解彼此 花样年纪的恋爱 可能就是你笑着看我闹 而媒体的笔下小贾斯丁看着斯琳娜的眼睛里 透着光和爱 可惜的是性格和经历相似的两个人走到一起 也是一种磨难 记者不止一次拍到 斯琳娜和小贾斯丁闹别扭 2012年两人本来就频频被传分手 7月时比伯约维密超模巴巴拉帕尔文去摆老会看演出后 分手传闻更加凶猛 10月比伯在推特说明了自己处于单身状态 然而12月两人被拍到同行 一段感情出现裂痕 就算修补好了 终究不如原来坚固 一点小意外就能让感情再次分崩离析 复合后的两人坚持不了几个月 再次在2013年的金球奖上 斯琳娜亲口证实和比伯已经分手 很长时间都没有同框 外界传闻是比伯一直想挽回这段恋情 但比伯自己一直深陷丑闻 斯琳娜并不想再续全员 后来比伯也被爆出有新女朋友 他们也知道比伯有过一段叛逆的作死时间 2014年5月 两人共同参加加州音乐节 舞台后台 斯琳娜坐在比伯的大腿上 两人还在舞台上任务 于是便有了两人复合的传闻 2014年8月 两人在乡村度假骑车游玩 此时两人已经完全重归于好 12月时 比伯在纽约买了大钻戒 并告诉身边的人 她要娶斯琳娜 你以为这就happy ending了吗 没错 没过多久 两人就又分手了 还是这个12月 斯琳娜在接受采访时 说自己是单身 但仍然对前男友比伯充满爱和尊敬 2015年8月 比伯发表了自己的单曲 What Do You Mean 歌曲MV中 斯琳娜的名字和希望 爱一起涂鸦在墙上 比伯用这种方式证明她还爱着斯琳娜 同年12月 单身的斯琳娜参加派对认识了尼尔 媒体都说 斯琳娜碰到了自己心仪的男人 这下比伯就坐不住了 在INS上发了她和斯琳娜的牵手照 并说发方般的想回到过去 这一招仿佛奏效了 过几天就有媒体拍到 比伯和斯琳娜牵手散步 但两人并未附和 两人在后来也都找过新的对象 甚至还在社交网站上开撕 比伯称斯琳娜蹭她热度 斯琳娜则反击自己并不需要蹭她的热度 还明里暗里说比伯多次偷吃 可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 玩够了的小贾斯丁最后还是会回到斯琳娜的身边 转眼到了2017年 这一年斯琳娜接受了肾脏移植手术 大概这次手术让斯琳娜认识到了生命的可贵 也明白了生命中珍贵的东西是什么 这段时间比伯开车带她去兜风 看球赛等 两人好像正式复合了 每每被媒体拍到 二人都是甜蜜的样子 直到2018年6月 小贾斯丁被拍到和Haley在大街上拥吻 对于这个结果 斯琳娜的歌词可以记录她的心情 所以相恋八年里 他们分手了11次 而分手期间 小贾斯丁的身边总是会出现其他女性 据不完全统计 小贾斯丁交过26任女朋友 其实 斯琳娜和小贾斯丁的恋爱中 除了个人原因以外 双方家庭也是阻力 起码 斯琳娜的母亲极度反感小贾斯丁 有一段时间 小贾斯丁狂放到让美国20多万请愿 也要把她赶出去 毕竟她不但跟女粉丝传出绯闻 而且还因为吸食违禁品被捕 面对这样一个满身都是黑历史的男人 哪个母亲会放心 可是和斯琳娜的母亲的反对不一样 Haley的家长却很欣赏小贾斯丁 Haley一个出身富贵的新二代 她的父母是美国知名音乐家斯蒂芬 早在Haley十四五岁的时候 喜欢小贾斯丁的她 就被父亲带着去看了偶像 对于Haley来说 年少惊慌的小贾斯丁 虽然有数不清的坏毛病 可是她就是被这个坏小子迷得死死的 Haley最初出现在小贾斯丁身边时 斯琳娜还闹过别扭 可时间一长 斯琳娜也接受了这个性格开朗的朋友 只不过他们交往的人并不多 可让她没有预料到的是 Haley最后会彻底抢走小贾斯丁 对比斯琳娜的强势和倔强 Haley更像是能包容小贾斯丁的大姐姐 尽管Haley比小贾斯丁还小两岁 用小贾斯丁自己的话来说 我认为她是唯一一个 可以容忍我所有坏毛病的人 如今二人结婚四年甜蜜依旧 甚至已经开始谈论生孩子的问题 热闹都是他们的 斯琳娜什么都没有 人们因此为她感到惋惜 用八年时间打造出一个 懂事温柔动人的完美男生 却又等着岁月把她推给了别人 本来很多人对斯琳娜和比伯 最终没有迈入婚姻殿堂 是耿耿于怀的 尤其是当男方已经结婚四年的时候 对孤零零的女方 更是会抱以更多的同情 进而也转化为喜爱 当然斯琳娜这个人 也是挺值得喜爱和敬佩的 在经历了很多痛苦之后 她依然坚强 按部就班的工作 也不作也不闹腾 世界本来就不是轰轰烈烈 圆满无缺 或许在比伯这里 没有邂逅完美好爱情的斯琳娜 会在自己新的人生赛道上 与更好的人击掌为何 那便是足够的幸运 好 好